有一個人走 那兩個人都保了一個薩滿 然後 一個Ban德 一個Ban孟斯 嗯 蠻正常的 那終於不是120套 120章完全一樣 嗯 槍樹這邊他唯一可以想的BanPig是 他要Ban德魯伊還是Ban聖騎 因為其實 以前獵人是 一般來說無雙獵 大致上來講是不好打一拳勝的 因為你 你給壓力沒辦法給到最大 你只有720那一波耶 但現在放了這個野魔跟野性呼喚之後 他可能覺得我壓力是可以給到最大的 我不會因為有時候這個暴龍被解掉就沒了 是 所以他覺得說可以把 但我是自己覺得應該可以想一下 畢竟德魯伊其實 以前來說就沒有到很好打的無雙獵 現在來說你又放野魔跟 野性呼喚嘛 那反而德魯伊是沒有放更大的 對 因為他選擇說打穩嘛 要打一些比如薩滿這種 他選擇沒有再把一些野魔帶進來 不然以前大家會覺得說 哇 你那個大力野魔塞到德魯伊跟鬼一樣 結果也沒有嘛 也沒有也沒有 對啊 不知道 我還是很看好有獵人這一邊 只是我不知道會不會衷術成為 這個 第一種子然後 摔下來這樣 就是勝場最多但第一個淘汰 幹那沒辦法 第二個討厭你看他是不是罵髒話 沒有沒有沒有 差一點 小聲 好硬喔 那沒辦法 你懂這種感覺是不是 這種 哇我全勝 但是我結束囉 直接開罵 沒辦法 沒有 因為其實你 這其實在跟那個你打資格賽 然後前面對四次全勝 結果發牆第一輪就倒了 對 是差不多的心情 那種是值得罵一下 因為你通常 那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當時我在首爾6-0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一種心情就是 欸 好像 是不是遊戲 要一路贏到底喔 結果馬上下一個人就輸了 就很常這樣 我跟你講這個不要說你 很多時候我在 我自己在玩 任何遊戲 就是在爬糞的時候 就都會有這種 你覺得你已經快要晉級了 對對對 然後你就會 你那些那個期望就會越高 對 然後突然就摔下來 對 那你6-1之後 後來呢 我有點忘記了 第二天2-3 變成8-4 對 就是你知道那個 那個跌落感太重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覺得說 好險有帶那個奇蹟法 不然 跟著帶那個藍龍德 不知道掉去哪裡 我有一天晚上 就是 在玩遊戲的時候 就是上來 一下來 看到有人探頭 一槍 先把他點倒 覺得自己跟神一樣 但是我那一天還沒熱手 一下來就已經一槍點頭 直接獲勝 你說發現這遊戲是適合你的 就覺得自己很強 然後我想說我已經穩贏版 衝過去 然後被他對我殺了 一整個晚上都玩不了這個遊戲 一整個晚上都覺得自己很爛 沒有那沒辦法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當你已經覺得自己 在狀態內的時候 也想罵出那個字 對 我那天晚上一直罵 你沒有忍住啊 我沒辦法忍 我沒辦法忍 打遊戲就是這樣 我一直扛 遊戲打這種積分 因為以前按天梯 那時候還有積分字 那是差不多 比如說 前50 就是很怕再按一把 又噴出來 對 好 直接上獵人 那阿魯貞姆保了薩滿 也是直接上薩滿 阿魯貞姆 這個手牌 也是只聽那一張 嗯 嗯 那敲龍樹這邊 他騎手其實也蠻好 他有抓到這個對戰 打快攻最重要的 沙漠之矛 喔 你也是 跟郭鐵講的一樣嗎 沙漠之矛 真的太強 但因為他能搭配的東西很多 只是他這張秘密剛好會 喔 我進了一個毒蛇 跟鬼一樣 開始笑了 其實我不知道他在笑什麼 還是他覺得自己手牌很好 我這邊再破一秘密 再撤 不是狙擊 他的視角來說 有一點點怕爆炸 OMG 要崩潰阿 哇 大熊 他在想我今天怎麼一直遇到這種事 哇 那這樣子這一張 這個圖層不會死了 嗯 而且 很好破秘密喔 這張 而且你毒蛇這樣放出來 變成也沒有用 嗯 所以要打那一張嗎 要打這張的嗎 沒有 好像打不了沙漠之矛 只能打一個這個 在這裡跟在這裡 對 你居然還知道他念什麼 他在講台語嗎 好像是吧 直接再拉一個秘密 但不知道他有給我們看是拉什麼 這樣看不到 但應該就是老鼠踏板 跟 還是只剩這三張 只剩這三張 冰洞 還有冰洞 三張嗎 這邊他其實可以打 他還不能打 那個2加1 超窄 像以他現在這個視角來說 他覺得是怕爆炸 可是他 又覺得這個是要解的話 就會很尷尬 因為他其實不太有處理這個檯面 被他賭到是 是毒蛇 是放蛇 放蛇陷阱 對 不過這張回來有點虧 那我就可以 撞一下進化 哎唷 不太好 什麼深海巨二嗎 好像是 噴五滴的嘛 對對對 不太理想 喔這關還想要貪一個打頭嗎 乖乖撿 哇 進了一張沒有用的牌 哇這個 受傷的這個托尾爾人 很扛啊 完全carry這一把 這樣子會顛覆以後的想法 就是 以後一跳二到底要不要進化 因為 你說發揮那個 二廢有最下限 但二廢現在也有最上限 這張真的太強 其實這張 那時候改版還沒實裝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 這樣以後幫中拉這隻 不是跟鬼一樣嗎 嗯 喔你也是先知 沒有因為二廢 就跟以前那個 四十三伐木機那張 那以前也是上下線太高 對 所以大家才會一直 一直嘴說 那釣誰誰贏 你釣米歐浩斯 我釣比如說一個零三 嗯 或是一個零二 忍痛拔沙漠之馬 好痛苦喔 這樣還撞不光欸 哇那這樣是要吃一輪傷害了 那這樣一張進化就可以 逆轉了 或是直接下雷元元素也可以 其實沒有這個二二三的話 槍速應該還頂得住喔 因為他可以把圖騰加一一剪掉 那有這個的話應該是 走的偏遠喔 補費其實是獵人很薄弱的時候 這其實基本上是二零一六的爐石 就是RNG變得有點重 嗯 因為隨機的東西蠻多 包括幫眾叫什麼 或者是 這個進化出什麼 欸這個不知道可不可以講 我那天跟薛琪說 我明天撥嘛 嗯 然後我跟他說 我先幫你奶一下大熊 喔可以啊這可以講 這可以講 然後因為 你起這個頭我更怕 沒有沒有沒有 我手倒已經準備好了 我是怕說那個 大熊會不會那個真的被我奶下去 喔 因為地表最強的男人 沒到你小組賽就倒地了 對 對啊第一把而已 你就那個 有反應 沒有 他大熊心裡在想 怎麼又遇到這種事了 沒有他應該看 他剛剛看完那一把 日本內戰 應該已經瑟瑟發抖了 這個人不是等閒之輩啊 這個人上來就是要天虎我 對 這邊又拿到一個突變 可是他會怕是踏板 先測試爆炸 然後再下一隻怪 那他變這個 酒廢 因為也知道不是冰凍 所以剩下老鼠跟 狙擊 所以也不是老鼠 那這邊就是 直接投了 守盡聖局 哎唷 阿魯天穆 上來 直接目前是 好取三勝了 哇他玩那個牌很順 不知道為什麼好順 我跟你講 現在這個薩滿 跟 之前那個法治有異曲通通之妙 差不多 都在靠賽 就是講求搭配 但是單卡就很爛 對 但是有搭配到 一搭到就跟鬼一樣 其實他還沒有達到最上限 最上限是兔子家那隻進化 他剛剛示範了一把 還兩隻 什麼叫做不用也會贏 對 拉到一隻226直接贏 怎麼會這樣 我自己認為 其實這一套可能是現在上下限最廣 但是是最強的D1 真的很強 但我還是很看好這個獵人 想不到這個獵人 直接 就被搞了 他知道自己沒決 他知道就算進致命射擊 射降那個紅龍他也輸了 那下一把 薩滿過了之後 阿魯天姆剩下 這個牧師跟聖騎 嗯 那就是上聖騎啦 因為牧師太危險 因為大熊他很高的機會 再上一次獵人 那聖騎打獵人 到底是誰開到 以現在來說我覺得應該要是獵人 因為炎魔聖騎是解不掉的 OK 就是 以前就是怕獵人後有職傷嘛 嗯 就比如說把武器直接砍你頭 嗯 後面還有一張緊殺放狗 那現在研磨下來你怎麼解 你等於要交一套 嗯 或者是交制服加一張 比如說弓箭手奉獻 這樣太虧了 嗯 搞不好還沒有 還要直接吃八滴 你殺下來你就吃八滴了嘛 對 光是這樣子聖騎就有點卡不太住了 嗯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以前我就覺得沒有到很好打了 可是武雙獵就一張一張 然後也沒什麼很強的過牌手段 這是我比較擔心的 這就是武雙牌厲害的地方 我就是會有 OK 我一張我有 就是你怕的那一回合 就是每一場你就在打 對面 好有四血我就輸了 那五回合我就有四血 兩張嘛 畢竟兩張 阿達里諾牌 你六費有這個獅子 假設他有帶一張 就是會有 七費有銅鬚就是有 左耳金我有 對對對 就是 每到六七八九回合的時候 你都在敗 像以前 雞費不是銅鬚 就是西亞美特 看你是哪一張 那像以前的話 以前最強的五八木 也是卡札體系的嘛 李諾體系 但是他是因為他的 綠牌體系太強 嗯 有加計生苦痛跟 骰虛一些太多綠牌了 嗯 那像更以前李諾速是 因為他天氣就可以抽牌嘛 又順了一把 又順了一把 兩個水晶學騎手 太順 然後又可以 這個苦痛接 弓箭手 弓箭手 整個秀起來了耶 看一下 窮速的反應 水晶學 他選擇先下這個去測秘密 而且 把他張太可以直接打 還是不想要那個 費用卡滿 嗯 想要先把費用卡滿 而且先測秘密其實比較好 不然如果這樣是狙擊的話 等一下會比較尷尬 嗯 嗯 還是想先快速綠牌呢 因為這一抽 你有可能下一抽抽 工程師 你就虧 對 但是其實是 不怕的啦 對對對 因為你這兩回合內會打 嗯 裡面還有兩個工程師 跟邪法 還有邪法 對其實是 不怕會抽到 沒有這一抽就這麼虧的 但是他還是想了非常久 還是他想翻天氣嗎 不可能吧 選擇 因為如果你要下生物的話 喔他感覺下虎瞻喔 喔這手有點深欸 覺得火箭比較沒用嗎 他V對手要 做一個 被動式的打法 就是把武器 好你要有 你要對應我的火箭 對不然我這次就是撞你的怪 可是如果打開是狙擊怎麼辦 就是很賭 因為他覺得說這個被狙掉的話 等一下我苦痛硬幣 弓箭手 比較順 但是 這個對局中火箭這樣交掉 好像有點可惜喔 哇 還交到這隻 希望舒服 那這樣 可以 多抽一張欸 這樣苦痛 可以苦痛硬幣 啊 不過他又會怕是不是 又要放 是踏板 對 但你有在防的嗎 開拼 就是直接 這邊就要想一下 開拼 對 因為這邊就 防的方向就不一樣 他看對手這隻火箭不解 他就會浮出兩個秘密 一個是冰凍 一個是毒蛇 沒有啦 就抽自己的啦 不要管他了 就一個威複放在那邊而已 就是苦痛爽下去了 對啊 火烤就是美味 直接做一個烤豬 因為他這個 胡佛打頭 給他的資訊量其實很多 嗯 可能我 我就是那種 這種情況 我腦袋都沒有什麼資訊量 胡佛打頭 胡佛打頭 到底是什麼 對對對 應該是 你的視角應該是 他對於這個火箭的應對 會給你一些奇怪的情報 對 胡佛打頭沒啥問題吧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烤豬了 哇 想破頭了 想先在這邊防 是不是踏板 再測屏洞 再射掉 這時候打得滿好的 嗯 最後還是 打得比較穩一點 因為這樣子的話 也不會觸發到毒蛇 因為他是往頭打 又保住這個火箭 九張 有點秀 蠻冷靜的 處理的蠻冷靜的 有時候 看到這兩顆 兩顆秘密關頭上 頭那個冤筒 都不知道該從何想 對 目前處理最好的 還是只有我大腸602就 沒錯 在面對秘密 就是兩獸 就可以把你頭上的秘密做完 你是蓋秘密啊 我們602有直接看到你蓋什麼 對 跟我們一樣 尤其 他這個自己的能力 促使他可以跟我們一樣 是上帝視角 沒錯 下秘密 根本 從你那個蓋秘密的感覺 就知道你是蓋哪一顆 他還真的是上帝視角 對 因為他是上帝 神仙嘛 對 你現在怎樣 就是 奶不到 窮樹 先奶一下大哥 沒有沒有沒有 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這樣也是在幫忙的意思是嗎 看他們這樣 分組第一 然後多到這個地步 選擇再下回來 因為他覺得 他不想要把這個硬幣交掉 不過他其實剛剛也可以選擇 工程師加補血 加那個 崗古 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覺得這個 黃蟲的畫風都跟其他張牌不太一樣 怎麼說 不知道 你不覺得他的這個 長相 畫風跟人家真的長得不通 長得蠻噁心的其實 雖然說這不是我想表達的 但 他的確是長得蠻噁心的 你只會一直爬在那裡 對啊 金卡又有一種 好像 其實我對於黃蟲是有一點 懼怕的 你說爬蟲類你也很擔心 黃蟲不是爬蟲類吧 那是什麼 黃蟲是昆蟲 那昆蟲你會怕嗎 昆蟲會啊 怕暴 那獨角仙怕嗎 獨角仙還好 獨角仙比較少遇到 以前學校不是都有那個課程嗎 沒有 因為我鄉下來的 所以我很多時候在 田野間走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黃蟲跳來跳去 真的假的 對 那種我比較害怕 怎麼聽起來很危險 對啊 小時候看那個蟲蟲圍 就會覺得還好 但你真的看到那個好幾隻 在田野間一次彈出來 那我受不了 受不太了 怕死 真的受不了 喔 抽蠻快的 不過手牌越來越卡 你一直提到就是他硬幣不敢叫 到最後他還是這樣子甩掉 沒辦法 因為會爆牌 對啊 因為硬幣比較好去測 獵人後來的秘密 比方說 毒 老鼠或者是踏板 都比較好測 因為你如果 很多時候你為了怕那個老鼠 太打得太幫手捧腳 嗯 下兩個 要合嗎 好像可以合 你要分也可以 如果你下回合想要 合的話就是比較怕死 那我覺得合吧 反正這台上還有一個阿熊的話 我覺得 阿熊還是要分 他還是分開 這樣有更多的 合體的目標 非常卡 牌也太滿了吧 根本沒有辦法按那個人彩晶片 也沒有辦法按那個苦痛 那就先補一口 先2加2嗎 這應該也是一拳生現在放大地 可能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這樣你甩牌會比較好 你剛剛有提到 就是他那個大地 沒有必要一定要降到 不過如果現在大地來是很好 因為他很多重要的東西都可以降 這時候大地就很舒服 而且對手還要來解 而且對手還要去算 那我是不是哪一回合 就是你整個腦袋中要綁的東西的回合 會有一些變化 對 因為你有可能他剩兩張 就突然間就沒了 嗯 就跟那個什麼一樣 就是 任務德帶藍龍體系 然後你有放那個夢境化栽培師 那聖騎士在打的時候 就不能只算假的部分 還要算會不會死 對你夢境化按完 我每一回合都在想我要不要按暫停 對 阿怎麼七費準時 合理 這是不是我一直在想 到底什麼機制阿 你說他判斷 他這也是神燈是不是 對 也有判斷到 這有一個機制 時間都會是剛好來的 他不來人家說實在 壓力不太夠 這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對啊 沒有太強的 好 那你剛剛火箭送掉了 那這樣就是要走暫停的路線 喔 喔制服 哇 他想要這個制服可以打 這樣很尷尬 沒關係阿 他已經講好他要暫停了 那只能暫停 不過暫停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對對對 下雨還是要進奉獻 然後奉獻完會有四之一 不過制服貴一點也是挺合理的 有道理 你也是略懂的 我聽你這樣講我就大概懂 OK 不是我就問你便宜的制服你敢穿嗎 不敢 你敢看嗎 我不敢 人家不想就是便宜的跟那個貴的差距在哪裡 我聽我們高雄 高雄劉先生講過一句話 越貴越好 就是哪邊黑黑的哪邊白白的 哪邊長長的哪邊白白的 你聽你懂我在講什麼 你聽起來有點危險 他見得進奉獻 可以可以 給他堵到了 右手的力量 兩邊互相在比存實力 那這樣槍速剛剛就可以下 剛剛是不是應該下麒麗的 不要拔到 因為他剛剛是可以防的 但他可能覺得這個麒麗要當成一個衝鋒 來看 因為他可以直接回航軍 這等於是衝鋒3D 他可能不想浪費 他可能不想浪費 這邊其實隨時來一張原魔或是野心互換 都 就快贏了 對都快要贏了 是好射線嗎 不是是第二圈 可是好像還差蠻多的 7張 手上是9張 排庫剩7張 能打晶片嗎 打了就滿了 又要再打一次暫停 可是他不打暫停能幹嘛 很尷尬 這個聖盾剛好過不去 嗯 他頭上還有一個老鼠 這樣可能 找到晶片可能也輸了嗎 找到射線也輸了嗎 還是先抽 大地 完全沒有 還是要按暫停 要活的話只能按暫停 因為這個老鼠其實比較好 哇他在想 他在想要不直接老鼠下去 你剛剛加不動 因為你這樣的話下火還是吸不到血 但如果你下下去的話 對手 應該會來跟你解 那你就等於 一定會吸到血 但這樣的話下火一定吸不到 對手不可能把這聖盾破掉 那這樣想想好像應該下的 因為 這樣子是 越打越 越往輸的那邊走 對 然後暫停交完了 一次奉獻交掉了 奉獻雖然有兩張 可是 沒有搭配沒有用 對 而且 他手上還有一個 頭上還有一個老鼠 所以奉獻 老虎 銀行家 還有一隻老鼠 奉獻來了 而且連三隻蛇蛇都會出來 那這樣子是不是 就算銀行家老虎也輸了呢 補七滴 然後會有一隻老鼠加三條蛇 那這樣也死了 好像死局了嗎 錘子先錘老虎 然後奉獻 No 還是就奉獻錘子就好了 這樣也不是不行 只是這樣的話 對手 就不會再下怪了 對啊 這樣還是要下 只是這樣 這樣子 他秘密不是全 全掛完沒有打算要管 蛇 可是你管蛇 就管不了輸 對 而且這樣子老鼠也出來 那就輸了 欸 他知道有 老鼠搞 那他這樣就死了 剛好我手上有擊殺 這一波 想了蠻久的 感覺沒有辦法做到最好 應該是剛剛他 舊應該要下老五娘家 比如說前一層的時候 就要先做了 因為這樣是來不及的 嗯 好 兇術 也不是省油的燈 扳回一局 嗯 好準時那個暴龍 也是差蠻多的 但是他 也有在綺麗的部分 可以調整 就兩邊都有 一兩回合有一些 可以做的別的選擇 對 但我覺得大熊這一把 應該是沒大錯 就 就還是偏正常 他的打法 就只是那個綺麗 有沒有必要直接牽合的問題 沒有 因為其實RMT 其實我真的蠻好的 雙水晶血 然後又有苦痛 又火箭 火箭還破秘密破得很順 是 然後就竟然 抽一抽然後牌甩不出去 就爆了 對 只能把暫停甩掉 所以就是在前面有一層的時候 好像 就應該 像你講的那個苦痛 不知道要不要想到那一邊 因為你現在會有點 他怕踏板 他很怕 他也怕踏板 所以他 不過他那邊其實處理的算好 因為他 還把火箭給收回來 已經不站太糟了 對 反而是他 後來下四費火箭那一層 好像怪怪的 嗯 因為他後來變成說 打五費打了 二二二 二二然後硬幣再一個二 好像那邊是不是可以火箭扣下來 這樣你後來就不用等 嗯 就不用等風險 對 可能 怪怪的 就是苦痛都沒有用到 對 在能用 應該是能用用看的時候沒有用 對 可能應該扣一下 他可能太擠了 因為其實 後面的卡手感覺是 前面沒有特別去塞那個 手牌術 可能沒有甩好 很殘翻長翻 這個是挺難的 因為很多東西他也怕說 這苦痛下去會不會 更慘 就直接爆牌什麼的 對 這個真的挺難的 而且其實如果你 先把那些小牌甩掉 後面比較好防老鼠 嗯 還有一個關鍵點是他 剛好老虎跟制服互換 是 就變成說他一定得繳一套 就暴龍那邊一定要出 對一定得賭一套 那個場攻如果制服的話 是只有七點場攻 對是還可以扛 是一張奉獻可以解決掉 對對對 剛好就 換過來 嗯 好那這樣子 就是一邊薩滿過一邊獵人過 那這樣槍樹應該就要上薩滿 或者是他覺得說 聖騎打內戰他也可以接受 不過阿六泰姆不會上 不是 所以有可能變成聖騎內戰 嗯 或者是任務薩打聖騎 但任務薩打聖騎又開銷 所以就是聖騎內戰 所以就是聖騎內戰 對 邏輯來說是這樣 直接盤完了 對盤完了 那他們的聖騎是一樣的嗎 看一下 我記得A組四個一模一樣 全部一模一樣 這是超誰的 沒有沒有超誰 就是把 一般的 原本最 最標配三三四改成 最沒用的那張牌 換成大泥 但是 B組有一個人 還是放三四 那個你猜是誰 學習喔 6029 還是有放 先知 因為他知道會打內戰 沒錯 先知 他把 那他有放大帝嗎 有有有 那他是猜什麼 我記得是憤怒之淑 不對不對 奉獻他把掉一張 把掉一張奉獻 反正我需要會來 而且打內戰也沒用 對 打內戰算沒用的牌 對內戰沒用 很聰明 但是打薩滿的話就會 便利式一點 沒關係不要打到薩滿就好 對對 這樣有道理 這樣你盤的算好 我知道主持是誰的時候 我永遠都盤的對 對不對 我知道是6029之後 給你猜到了 這邊選擇 他上牧師了 所以在他們的 在選手 大師選手的角度來說 牧師打盛棋是可以大的 或者說他 不想要打盛棋內戰 他覺得沒操作空間 直接跳苦痛嗎 只會被制服給處罰 但是對手這邊交制服對你來說 好像不是壞事 更好啊 但我隨時交半套你 你解決不掉 欸 這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欸欸欸 你說什麼什麼意思 我說他為什麼要把護光 護光者要把進行攻城撞掉 他這樣子不會被制服處罰 可是對面交制服對你比較好啊 你反而希望他這邊打制服 這樣你下回合才可以打嘛 但我自己也是會撞掉 所以我沒有覺得哪裡不對 對對對 因為這樣的話你下回 其實也不是不行 因為他下回不能打一套嘛 只有三費 只是好像 沒有必要撞 因為 對手如果 要防你苦痛來撞的話 他自己會去撞你 對吧 他自己會去撞你護光者 那這樣反而你少打一滴 不過這樣的好處是 如果對手沒制服的話 他不能下怪 會被我苦痛撞 不知道欸 我沒有想太多 但是 我會撞啦 就是我的體感是告訴我要撞 就是有一些細節 但是這個細節我沒想太多 因為有些時候是 你完全沒有必要撞他的 因為你就是已經立一個苦痛在那邊撞 對對對 有些時候是 你應該要給對面壓力 但你反而跑去打保守 換怪 有時候反而會換到輸 喔 又一個顛倒 有沒有真勇士劍 沒有 那他可以考慮直接打制服 因為手上有一張縮小射牙 或者是他這邊再空過 等一下打縮小射牙 因為他覺得說 對手下一回有什麼牌 有阿密特 或者是 226補血 I wonder 就是看他覺得說 有需要把這個制服繳掉嗎 還是說 我可以再空過一回合 去打下回合 打射線 但這樣會綁定下回合 就一定要打射線了 是 看他怎麼想說 這個 他覺得說制服可以繳掉 還是說 我綁定下回合打射線 然後扣了 省掉一張制服 對手 以我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打制服加抽牌比較好 因為 我自己不太喜歡 綁定下回一定要幹嘛 嗯 趕快靈活一點 因為你這回合不做 你下回合就 沒辦法再回頭 但他又怕說 如果我繳制服加抽牌 然後對面下阿密特 我們就多繳一張牌 嗯 他選擇 我都不要 我要再扣 我都要扣起來 就只打一個抽牌 嗯 他覺得說如果對手這邊 撞一下 下一個東西 我也可以接受 這裡不能拚欸 是不是不能拚 可是好用拚喔 你說直接 加倍星光 喔好硬喔 但是這樣子就抽不到牌了 而且也沒有 也沒有-1的 問題 對對對 還是先抽吧 別這麼激動欸 這邊 還是說直接打個加倍如何 然後還 打他一套 這邊你只單純按個天氣有點太慢了 嗯 這樣又會太慢 這樣會太慢 讓護光者先揍一拳好了 因為你剛剛那兩隻 對面都直接當沒看到了 那你如果再不動的話 他一定繼續當沒看到 可是他也可以 反過來盤邏輯阿 剛剛他兩隻都在等更多了 那你下更多 是不是等於是被裝多轉 還真的有發生過這種事 我記得之前的學習打天氣有一個 對手就是 就是他那隻北俊加護光蛇 我就是 我不動 我不再下了 我就讀你一定要交一套奉獻 一時奉獻出來 嗯 喔 選了先 喔 這樣打的一套也不錯 喔 你剛剛講的一套不是這樣嗎 我以為你後面講就是要這麼做 我剛剛想說他是不是要 直接加倍火箭 加倍那個苦衝 加倍那個苦衝 不過這樣子就 反而被操作一波 沒關係就 還是這邊可以復活個苦痛出來 復活個火箭 又打回來肉 這邊還蠻難的 因為看到對手制服交掉了 他可能會想要不要 直接把這隻拖尾人做大 直接先加倍起來 這樣對手隨時隨地都要 都處在一個 我是不是下一個就掛了 因為你單純只盾的話 陣營劍就砍掉了 但加倍又怕左邊這一張 縮小射線 我會暗影混著 不用想那麼多 但這樣很虧 如果不是火箭的話 那個E就撞3E了 然後火箭再隨便燒一下 你裡面也沒了 然後你只有護光蛇跟苦痛了 對 是苦痛嗎 喔還不錯 那可以苦痛吧 還要再忍嗎 欸是給他嗎 怎麼好像哪裡怪怪的 做一個幌子嗎 那這樣子的話 就直接大地撞掉就好了 欸這個E要先撞掉吧 嗯 小細節好像怪怪的喔 怎麼不兩隻都撞掉呢 他這樣是表示他知道自己打錯了嗎 還是這一手他故意保這個E 他覺得等一下射線要順便結場 但是他其實是可以射線奉獻一起打的 嚇回了 他剛剛其實是可以把弓箭手跟火箭 都抖給那個3-3 還是先抽一張 然後看是什麼 哇大地解不掉了 那這邊就隱魂者吧 隱魂者看是什麼 2-3-3-3 哇 最差的結果 這邊就剛好可以寫法奉獻 那先抽牌也可以 寫法奉獻 再撞掉嗎 這樣對面只剩一個 1-1跟3-1 對 因為這個場面還是得解的 那如果不按斜法 苦痛又壓不掉 對啊 就解完還有那兩隻其實不是很舒服 但是這樣可以確保自己絕對不會死 對對對 我剛剛就是在想要不寫法 他覺得要 再扣 我只有在想這個位置 但你這樣的話他3-1撞你苦痛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對啊 就你寫法奉下去是抽一張 你苦痛下去也是抽一張 他可能覺得看這剩下一費很不爽 這樣阿魯天姆離 他場面做好越來越遠 這邊如果不打7的話 欸這邊是打4-7嗎 如果這裡不打 柏王薩姆蒂的話 等一下鋪一排感覺是不會贏的 畢竟你這隻柏王薩姆蒂 其實也威脅到對手會不會死 他也會怕如果你這隻7-7留下來 你加倍加倍星光我就死了 所以他可能還會交一套解出來 那如果他交缩小射線出來 你等一下阿密特鋪一排就贏 他還是覺得要走很像服場比較好 那是不是應該先抽呢 還是 還是要保住這個蟲蛇 阿蟲蛇有什麼用 出來的時候就7啦 還是想說就是留兩層 他這手可能想想太久了 但是他補血的話又死不了 結果來說如果他要這樣的話是沒有錯 抽應該是以這裡一定要先抽 再抽 然後再打一個射線吧 應該也沒辦法看 應該還是要打射線 還是說他想打一個暫停 先緩一下 等更多的時候再把對手解牌逼出來 因為這樣的話是解不乾淨的 這邊有點展現到大地的價值 有點強 再撞就不撞 其實他好像要先解阿密特嗎 因為比較怕這隻阿密特被加上去 這樣等一下有可能會解不光 不過有火沾血法跟奉獻的話 好像是絕對解得光的 除非雙手臂 但這樣剩兩費也只能下一隻怪 那老虎就可以衝出去了 那老虎就可以衝出去了 這邊下什麼都變一血 好尷尬喔 這個七七還下不了 現在他去變一 變七一嗎 他下什麼都不對 他選擇自殺 自殺一個人 這一波蠻鬼之操作的 他自己是很無言阿 為什麼我要這樣拉 就走了喔 這樣老虎衝出來就結束了 這血法該丟了吧 這血法可以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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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打到聖級這隻可以出來就結束了 就拖太久了 這博王薩姆迪現在丟下來了 可是剛剛按七跟阿密特那一回合 可能阿密克還是太急了 有可能是他怕說 我只下這個七對面老虎衝出來我也輸了 所以我必須得同時做三隻在場上 逼對面繳一張射線 因為只有一張嘛 但是我老虎只要衝出來就是輸 因為牧師對空場老虎是無解的 只能沈默而已 沈默也沒用 沈默也沒了 那這邊只剩一招直接加倍上去 毒他解不掉 你不加倍這檯面你是覺得 永遠都不會再回到你這邊 他選擇逼對面來解一邊 我剛好又抽到一個 那這邊就看他想怎麼打 這邊可以先打奉獻 然後撞兩下 奉獻看一下寫法 可以直接奉獻老虎衝過去也沒什麼問題 你甚至不洗這個老虎衝過去也沒什麼問題 其實 對方解不掉 或者說你把銀行家洗進去 嗯 先繳一個奉獻 再老虎衝出去 再洗老虎進去 這樣兩隻老虎牧師就 還不了了 就抽一隻阿 喔 槍速這時候打得有點跟我想像不太一樣 也是感覺有點偏 沒差那麼穩的感覺 感覺這樣打太 太保守了吧 老虎銀行家有必要再扣嗎 他覺得說 這對上我還是得轟到一拳才會贏 但我是覺得沒必要 對對對 你老虎老虎一直靠他一直靠他 你還有一個神燈 嗯 神燈在拿一個佛丁也贏 其實是 你這樣打反而給對面機會 我覺得 不過他有意思 好 直接加倍了 那就 中技了 那這樣升級就利於500之地 因為一張加倍掉 絕對不會死 而且這邊槍速還很保守 我老虎就是不下 恭喜槍速晉級到四強 是 差點就止步在這邊了 跟Tiler一起晉級到四強 好開心 他在這裡輸掉 這一整季就浪費掉了 人家來說 也不要說浪費 大雄無敵反彈 結果我就倒了 對對對 彈不夠高 爬到那個 手摸到地面的時候又鬆了 對對對 還好是有擋下來 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在牧師視角是很難的 就是 我到底這邊要投注多少資源在這邊 騙你解拍 像是他其實 他其實起手算 有一點差 沒有很好 但是他